有一位青年在英国Williams的皇家学院求学 这里读书的人大都是富家子弟很有钱 可这位年轻的人衣衫蓝绿脱的一双 比他的脚大得多的破旧皮鞋 那些富家子弟看见他这套装束 不仅讥讽他而且污蔑他 这双破皮鞋是偷来的 有一天老学间把他招到办公室 两眼死死地盯着那双破皮鞋 那位青年明白是怎么回事 一看他就从怀里掏出了一张小纸片 递给了学间 其实学间就是管学生的 这里是他父亲写给他的一封信 上面是这么写 儿啊 真抱歉 但愿再过一两年 我的那双破皮鞋 你穿在脚上不再显大 我抱着这样的希望 果真你一旦有了成就 我将引以为荣 因为我的儿子正是穿着我的破皮鞋 努力奋斗成功的 老学间看完之后 深深地被他感动了 后来那位青年在1915年就荣获了洛贝尔物理学奖 他就是威林布拉格 我觉得我们学佛人懂得自己两袖清风 就像法师一样一无所有 但是他们有他们崇高的智慧 和他们美好的境界 所以人鲁也会精进 任何人只要人鲁了 就是佛传授于我们的六波罗蜜当中的 人鲁精进 所以在修行的路上 能够忍耐的人 能够忍辱的人 那就是成功的基石 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人间一帆风顺 忍辱就是禅定 烦恼就是般若呀 让我们先報告 感谢 rapport 还有